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享受去计划一趟旅行 让我更有想象力 找到行动的力量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 我是Ean 我喜欢阅读 更喜欢思考 能为这世界做些什么 给予和分享 使我得到的更多 Ean 人家说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真的是这样子吗 通常在交往的时候 是非常有feel的 两个人彼此相爱 为什么进入到婚姻当中 我们会看见到那个爱情 好像渐渐的 甚至是不知不觉当中 就开始退去 到底发生什么事 其实我一点都不认为 婚姻应该是爱情的坟墓 我想不管是你或是我 我们都觉得 如果跟我们在结婚之前相比 我们现在对我们的妻子的认识更多 也因为认识更多 爱她更多 所以我认为其实婚姻 反而是爱情的卧土 爱情的原地 是我们可以好好去经营 然后在这个原地里面 种出一片玫瑰花园的地方 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学者 叫Denis Rainey Denis Rainey他写了一本书 叫Staying Close 永续的亲密 这本书里面它讲到说 在这个婚姻当中的 合一关系当中 最大的几个威胁 那第一个威胁就是说 我们都活在一个 非常复杂的时代里面 那这个我们跟以前的 在一百年前的社会 是很不一样的 或者说跟我们的阿公阿妈 那个年代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个复杂的社会 每一天都充满着 各式各样的画面 比如说你从早上起来 你去在街上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很多穿着 很辣的女生 我是都没有在看这些东西 你打开电视的时候 也是这样子 因为行销学里面有个词 叫做Sex Sales 对不对 就是说这个 神光刺激 对 你可以打开电视 你就可以看到好多好多的 其实我们是从男生的角度 从女生的角度 何尝不是这样子 因为他所看的偶像剧里面 都是帅哥 是的 对不对 Opa 对对 都是 在韩剧里面都是帅哥 都是演目上面 到处都是帅哥 广告上面都是这样子 永远都是俊男美女 那么我们就好像西方有去俗艳说 你总觉得别人家的草地比较绿 所以当你看了一整天这些俊男美女 你回到家里面看到你那个 头发不多又秃肚子的老公 或者说回去看看 你这个忙得全身都是汗 然后一边做菜一边弄孩子的太太 你就会觉得 你好像觉得你的婚姻 好像非常的乏味 就觉得说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再加上现在这个Facebook 跟Instagram之后 你知道大家总是把他生命当中最好的 比如说这些 最光鲜亮丽的那一面 他现在又去哪里喝下午茶了 现在又去住什么饭店 他现在又去哪里度假 然后他就放在这个Facebook之后 你每次缓缓就觉得 你看我的生活多乏味 所以复杂 或者说在这个复杂当中的比较 其实这个是破坏亲密的 因为你总是在比较 就是说为什么他的先生这么帅 为什么他的先生赚这么多钱 为什么他的太太这么漂亮 然后你就觉得 你在这个比较里面 第一个就是 这是第一个亲密关系的破坏 第二个其实调试 两个人之间非常非常不同 这两个 这个本来来自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成长背景 那么这个本来就是需要很大的调试 比如说我认识一对情侣 这个女生是来自于还蛮不错的家庭 这个男生 他最爱吃的东西就是肉肉饭 你在讲你吗 所以这个男生永远连情人节 都还是去吃肉肉饭 他对肉肉饭有一种非常热烈的执着 但是这个是在他们双方不同的家庭的背景 他们怎么看待金钱 他们怎么看待很多的事物 他们用人生关系是有很大很大的差距 其实比如说你也分享过你跟亚文之间也有这样子一个调试的阶段 另外一个除了这个调试之外 其实是期望 期待不同 对 我们大家有不同的期待 那么很多人在这婚姻当中 他们就会慢慢落入一种模式 就是五十五十 就是说你做你该做的部分 那我就做我该做的部分 那你少做 我也跟着少做 你也少做 OK 那这个行不通问题就是说 因为五十五十最后就变成四十四十 因为我觉得你做了只有四十 好 我也 那我就做到四十 你就变成三十三十 二十二十或十十 最后这个婚姻就变成零零了 你什么都不做 我也都不做 到最后还会minus 还会负 所以其实这个五十五十 你做你该做的 我做我该做 其实是行不通的 其实这个法则应该是一百一百 你愿意给出你的全所有 我也给出我的全所有 其实在 甚至说我们在谈财务的时候 也是如此 就是说这个东西只要说 我有一个保留 我就是我做这个部分 其他我保留 在婚姻当中其实是 很难行得通的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说 婚姻当中其实 会有很多的试探 苦难 压力 那这些 当这些对整个家庭来说的 风暴来袭的时候 那我们怎么去面对 这也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婚姻当中 这些各式各样的事情 那还有另外一个 现在对这个社会来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那就是婚外情 对 现在连所谓的第三者 现在都还有一个 很好听的一个名字 叫做小三对不对 是 有一个偶像剧 偶像剧之后 整个文化变成 给他 给那个名字 听起来好像还有点可爱 对 婚外情其实是一个很大的 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 尤其现在的这个通讯软体 让这些东西变得更容易 Social Media Social Media 把你给你什么 初恋情人 小学很喜欢的一个人 或者是同学 对 跟同学联络上了 然后好像旧情复燃 什么这个 这个其实婚外情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所以其实这些事情 都是很大的一个 破坏亲密关系 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 其实讲到这个婚外情 你知道现在有很多所谓的 好像不是真的发生出轨的事情 但是我们称它叫做精神出轨 或精神外遇 或精神外遇 我觉得你怎么看这个精神外遇 甚至我觉得我们也可以 讨论另外一个 我觉得是蛮有趣的一个问题 到底男女之间 有没有所谓的纯友谊 英文叫做Platonic Relationship 你是怎么看这个 我认为精神外遇 就是外遇的第一步 因为我觉得 其实要回归到 上帝给男人的这个角色 就是说上帝让男人 是一个保护者 也是一个服侍者 那么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领袖的真谛 就是说我们是需要去带来保护 我们是 那我们当然我们要带来保护 我们要去服侍的时候 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我们要去划定界限 所以当我 如果我们站在这样的角度去想 我要保护我的妻子的心 我要保护我的孩子的心 因为如果有一天 我软弱跌倒 我进到外遇的当中 我的太太会非常难过受伤 我的孩子会很痛苦 那么我要站在这个 保护的角度上面 我必须要把这个界限划好 那这个界限其实是保护 其实是保护他们 那么当然这个界限 其实过去我们传统上来讲 会比较是说我们在这个 在这个物质的这个世界里面 在我们的这个身体关系上面 有一个界限 比如说我不要随随便便的 跟一个女生单独在一个办公室里面相处 或者说密闭空间 密闭的空间里面相处 或者说我不要单独的 跟她在车子上面相处 这个我要尽可能的避免这些东西 那可是有些人他可以避免这个 在这个密闭空间 或是在这样的身体的距离上面的 可是他又不知不觉忽略掉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特别像现在 譬如说他的LINE WhatsApp很方便 或是说你用Facebook非常方便 Messenger 你就可以 我在上面就跟别人聊 那你聊的时候就好像 聊到最后习惯了聊天 甚至会觉得说 好像有一点期待 他来跟我聊天 很期待他跟我讲话 好像有一些事情 有一些心事 我特别可以跟他倾吐 其实我们的妻子 应该一直都是我们最要好的朋友 不应该有任何人 他可以取代这个角色 那么当有一个人 好像他成为我最要好的朋友 这些事情 我觉得我跟他讲 他比较懂 我跟我的太太讲 他不懂 他不能够明白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慢慢就是 我的心里越来越依赖 那就会走向这样子的关系 其实那只是给 求迪魔鬼留地步 在我们的亲密的婚姻关系里面 我觉得你讲得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当我们讲到 所谓的男女关系当中的 纯友谊的时候 甚至有人说 那我们就是弟兄姐妹 我们也听过很多 那什么干哥哥 干妹妹的这种东西 这个干哥干妹 以前我们都有一个话 就是说这个干妹妹是很好的 叫做这个 敬可供 惠可守 送礼自用两相 就是说 以前学生时代 叫干妹妹 就是说 这个如果要追的时候就说 我一直其实都是很喜欢你 不想追的时候 就说 其实我只是把你当妹妹 干妹妹 对 那你知道 也有所谓的红粉知己 这种概念 那到底男女之间 有没有所谓的 我们只是真的是好朋友 那你就想想看 我们就想想一下 好朋友的定义是什么 我真的可以跟他谈心 他真的很懂我 OK 所以换句话说 你知道当我们讲到 亲密关系的时候 那当然在婚姻当中的 亲密关系 其实是 灵 魂 体的一个连结 一个together 二人成为一体 OK 所以 那大部分这种 所谓的 我们只是 我们没有任何的 这种physical 肉体上面的这种亲密 我们就是 我们真的也在界限当中 这个身体的界限 我们是维护得非常好 但是我们就是 很喜欢交谈 那换句话说 其实你可能没有 身体的亲密 可是你有魂里面的亲密 甚至灵里面 我觉得我可以跟他一起祷告 我可以跟他一起这样子 我觉得很棒 那换句话说 其实你已经在一个某种程度的一个亲密里面 只差什么 只差身体 那意思是说 其实我们都知道 在这些当中 所有的灵魂体的亲密当中 什么东西是最容易的 身体 是最容易 是身体最容易的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要擦枪走火的机会 太高了 而且当你在心里面 把一些的东西 是跟某一位异性讲 而不是直接对你的妻子 或者是你的丈夫敞开的时候 其实某种程度 你是在你的两个人的亲密关系当中 你让另外一个人 在你的关系的里面 即便我说 我只是跟他谈天而已 对 那你就会发现 其实在你的里面 已经允许一些的 我甚至要讲 其实是不忠的一些的元素 是 其实真的 说真的 我们真的看过很多这种 所谓的 感觉上是很好的朋友 后来都出问题 其实如果这样去思想这个事情 当我跟我的妻子 好像有些话没有办法跟他说 可是我倒是有另外一个人 是我会跟他倾吐的 其实没有发现 其实这边的 对我的拉力 已经远胜过这里 是啊 所以这已经是 不对的一件事情 更何况你说 到底男女这些 能不能有纯友谊 比如说 John 我们两个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那么 其实连我们这样子 这么要好 其实我们的妻子 有些时候都还是要 画一下界线 对不对 对 我跟你跟家人 我们聊一聊的时候 其实有些时候 我们可能 我们的妻子也说 好 你们聊够久了 你们这个要回来顾一下孩子 要怎么样怎么样 那其实 我们这样子 我们是弟兄之间的情 尚且如此 我们上也都要注意到说 我们是不是有去照顾到 我们的妻子 照顾到我们的孩子 好 那这个 更何况是这个男女之间 对啊 你知道有一些 弟兄姐妹 其实也不是刻意 但是你说她放电 其实也没有 她就不小心漏电 其实我觉得 这个叫做 Sexual Integrity 就是在两性之间的一个 一个政治 甚至我们可以说是纯权 那我觉得 不是因为规范 很多人觉得说 你们基督徒怎么这么 又不可以这样子 什么不可以跟异性 在同一个屋檐下 或者是密闭空间 或者是很多这些东西 那你要知道 其实我们今天在谈这个东西 最主要的目的 不是规范 我们在讲的其实是 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 其实就是因为爱 爱什么 我爱我的亲子 我爱我的家庭 我爱我的婚姻 因为爱的缘故 所以不是亚文说 你不可以跟异性 怎么样 那你这样的一个互动当中 你就会觉得 它没有life 那我们如果是因为爱的话 其实爱的本身 会给我们一个能力 可以说 我其实 我可以做这件事 但是我不要做 因为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 有一天我的孩子 因为我的软弱 那第一个 我们要承认这件事 就是我们都会软弱的 我们不要对自己太有信心 不会啦 他就是那个 怎么可能 我说真的 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免疫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 其实如果不是耶稣的恩典 其实如果我们把自己 放在诱惑跟试探的里面 说真的 我们也会陷入到诱惑事态 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有智慧的 来避免这件事情 我们会这样子 愿意设定这个界线 其实是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另外一半 也同样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 在这个家庭当中 我们是一个保护者 我们是一个服侍者 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有智慧的去面对 去好好的把这个界线划清楚 刚刚我们谈到说这个 Dance Rayleigh他在讲说这个亲密关系 很重要的会造成威胁的事情是 包括太过忙碌 这些压力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你会发现说很多的夫妻 他们在他们的 他们两个人的亲密关系上面 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进到 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或是一个很美好的性的关系 当中 那这个生活当中的 种种的压力步调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这件事情 虽然他们没有办法进入 那另外一个事情其实是说 这些压力会让人很容易失控 你会发现有时候工作压力很大 很疲惫 回家的时候情绪都不好 对 跟我不要说亲密关系 就是根本就是连讲话都没有耐心了 就是说 那所以这个生活当中的压力 其实当我们要去 我们要去建立这个亲密关系的时候 其实当中有很多很多 怎么样子让我们 不要去跟别人竞争比较 怎么样子让我们 两个人之间有好的调试 而且让我们能够对我们的 不只是我们个性的调试 还有我们两个人 怎么去管理我们的期待 不是我做我该做的 你做你该做的 而是我们两个人 都是把我们的完完全全的 来给出来 所以这些东西还有 包括说我们刚刚说怎么样子 避免我们自己进到婚外情 怎么样子让我们不要在一个过度的压力当中 或者说今天家庭面对一些风暴 或者说你的家族 我的家族 我们面对某些事情的时候 或者我们的经济面对某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健康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共同来面对 其实这些都是很重要 经营亲密关系的一个经济 我觉得你刚才讲到这个压力 我觉得我非常有感觉 因为其实我从结婚开始 我就一直在思想 因为对我们来讲 其实我们在教会的服事是非常的忙碌 我就常在想说 怎么样能够在教会跟家庭生活当中 或者是婚姻生活当中 找到一个平衡 我记得有一次我听Robert Moore牧师分享 他讲了一个东西 我觉得好有感觉 因为他说通常牧师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的想法一定是在讲时间管理 Time management 我怎么样能够有好的时间管理 在服事上面 然后也有足够的时间去陪伴家人跟孩子 他说 那这是我们通常思维的一个出发点 他说可是当你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你的问题 大部分都不是时间管理的问题 大部分是什么 是精力的 或者是energy 体力的管理 他说什么意思 他说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 你不是没有时间陪孩子 而是你在陪孩子的时间 quality品质都不好 可是你也知道我们平常 把最好的体力 时间跟精力 其实给的不是我们的家人 是给教会 给弟兄姐妹 约谈 教课 辅导 开会 然后所以很多的时候 我们话都已经讲完了 特别是我们男人的话语 其实没有像女人的这么丰富 所以回家的时候 我真的只想做一件事就是放空 那就是很多的时候 其实在一起的时间 不是好的quality 不然我可以开始明白一件事情 值远比量重要 其实与其是你要去调试你的时间 先从调试你的体力开始 意思是说 我一定要预留在我每一天的 schedule当中 我不能够把我所有的体力 耗尽在所有的服饰当中 然后我回到家里面的时候 我就已经完全瘫在那个地方 那这样的家庭的品质 婚姻的品质 一定会出问题的 你一定会感受到那种压力 感受到时间 那你没有办法有好的quality 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去经营 我们的该经营的婚姻 跟我们的家庭关系 所以我真的 我后来开始真的开始操练了 我就开始学习 怎么样在我的时间的安排当中 以前我们所谓的效能是什么 就把时间排 schedule排得越满越好 比如说45分钟看一个人 45分钟开一个会 很有效能的开会 那我现在慢慢发现 其实当我越这样做的时候 第一个是其实 更有效果 其实不一定 很多时候其实是很多东西 你会在一个 好像很快速的一个节奏的里面 其实是把自己放在 一个更大的压力的里面 而且其实是在用自己的努力 用自己 等于说用力在工作 对 而且其实在这过程当中 每一个人都没有真的感觉到 我们的心在那里 他们没有办法建立一个 很真实的关系 对 所以我后来就慢慢发现 我的 schedule开始做调整 我从 schedule开始调整 我从我的时间 从安排这些东西当中 我调整的目的是要让我可以 预留我的体力 那我一开始学习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点困难 因为真的还是很累 所以有的时候我回家 我会先小咪个30分钟 我就说那我先去 我先去休息一下 可能我五点五点半 我就去躺个20分钟30分钟 那我整个体力一好的时候 其实我跟孩子吃饭的时候 可以问他们今天怎么了 然后那妻子下班回来之后 我们也可以有很深的交谈 我可以把我的专注力 放在对方的身上 因为我里面还是有电力的话 就像手机一样 你充完电之后 你里面有电力 其实我就是可以方选 我就可以注意到该注意的 我就可以给予家人 他需要的关怀跟爱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扎心 因为深深的有同感 就是我们回到家里面 我们好像有些时候 都把这个剩下的给了家人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是有家庭 坐在那个地方吃饭 然后可是已经整个人 好像恍神 然后我太太说 你现在在想什么 我说我没有在想什么 我在发呆 甚至有的时候你看 我们连坐下来家庭的时候 因为手机 刚才我们谈到了 这个就是这个社交媒体 这个WhatsApp 人家LINE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事物在找我们 所以你说真的你回家之后 如果你的那个整个的思维 进不下来的话 这些东西还是在追你 你没有办法做一个切割的话 其实你还是在这样的方式 所以你整个人已经瘫在那里 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 其实对婚姻 对家庭都不是一个好的祝福 你刚刚讲到说 回到家里面 先休息一下 然后好让你有更好的职来陪伴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很有帮助 另外一个 我回到家里面 我在操练的一个件事情 就是把我的手机放在旁边 放在我拿不到的地方 或是放在我的太太那里 所以现在当我跟我的家人吃饭 我就是不会看手机 那就把手机交给我的太太 那以至于我可以 当然有些时候同工可能有紧急的事情 找不到我 可是就是让我可以在这边吃饭的时间里面 好好的给我的妻子跟孩子 很好的Quality Time 其实这真的是很关键 因为我觉得特别是在经营亲密的关系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不需要和别人比较 相信上帝所给我们的另外一半 一定是最好的 在婚姻当中 我们总是愿意更了解对方 更配合 更适应对方 而且在我们的婚姻关系当中 不是我做50% 你做50% 我做好我该做的 你做好你该做的 而是我总是愿意给出100% 也相信你会给出100% 不管遇到任何的风浪 让我们都一起来面对 身为婚姻当中 一个保护者跟服侍者 我要好好的画好一个界线 来保护我妻子的心 跟我孩子的心 也不要让生活当中 繁忙的压力和疲惫压垮了我们 这样子我相信婚姻当中 就会永保新鲜 很开心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 也欢迎你和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共享观点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